setting这块内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面setting.py里面这一头内容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有很多东西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一下这些东西 但在认识这些东西之前呢 大家需要明白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程序里面在我们项目里面 需要有一个setting.py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江湖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吗 我们的这样一个 flask里面有吗 flask里面有吗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创建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py文件呢 这样一个setting.py或者config.py呢 因为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存放一些公共的变量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数据库的名字 然后数据库的密码存到这里面去 那别的地方呢我们都去从这个setting.py 调用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名字和数据库的密码 那么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达到的效果就是我们只用在我们的setting里面改一次 那么整个程序的host的 整个程序的密码都改了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那否则的话我们在我们程序里面每次用到这个数据库的地址的时候都去手中写一遍 那么到时候我们要修改的时候非常麻烦呀 可能我们要修改很多地方对不对 但是我们都把它放在一个setting里面去 到时候只用改这个一个位置就好了对不对 这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做 当然我们把程序给它别人的时候呢 别人也是一样改型的会非常非常容易 那除了这个公共的配置之外呢 还有这样一个情况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代码里面写了一个写了一个a等于100 然后当我们把代码给它别人的时候呢 别人可能会非常疑惑 为什么这个地方a是100呢 为什么不是1000呢 不是1万呢对不对 那像a等于100 这个100的数据是什么呀 它就是换数对吧 magic number 像这种magic number呢 我们都不应该把它放到我们程序里面去 因为看起来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别人不会明白为什么你这样写的是一个100 不是1000还是1万对吧 那像这种数据呢 我们就应该把它放到我们setting里面去 给它写个注释 那别人在看到的时候呢 就非常明确的看出来 你这个a等于100表示是什么什么东西 因为你写的有注释 对吧 其实也非常明确 那别人到时候要修改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setting里面直接改一个地方 别的地方对的都改了 对不对 我们数据空的地址和密码是一样的 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到就是 我们在使用setting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都把我们这样的名字呢 改成大写的这种形式 就跟我们的scrappy一样 都是大写的那个名字秘密的 通过这种大写的方式秘密的时候呢 我们在别的地方用的时候呢 就能够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呢我们是可以自己修改的 另外吧 所以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项目里面 也是可以去定一个setting.py 或者config.py 去保存一些全局变量的 就是没有必要把我们的用户名密码 都放到每个py文件里面 都去放一遍 到时候呢找个手段 或者修改的手段 是非常不方便的 那这是我们的scrappy的setting文件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讲一下 我们setting文件里面放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东西呢都是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都是什么呢 我们爱个人来看一下 首先是这样一个border name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的项目名呀 Spider models这是什么呀 我们爬上的位置对不对 newspider model 我们新建一个爬上 它会在什么样的位置 有人在它下面对不对 user agent 这个非常清楚是什么对吧 就是我们的云南期的身份标识 用户代理 那么robot tags obey 等于true 默论情况下为true 表示是默论情况下 cntrolobo协议 我们把它改成fors 它就不会遵守lobo协议了 他们cntrolobo协议的体现是什么呀 就最开始请求urt的时候 它会请求一下 对你的robot tagt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遵求的话呢 它就不会去做这个请求 那么下面还有什么呢 concurrent request 这是什么呀 concurrent是什么意思呀 并发的意思对不对 并发的意思 request是什么意思呢 就请求 这是什么意思呀 设置我们最大并发请求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 我们scrubing 它封上一个twisted这样的框架 它在发动并发动请求的时候呢 并不会先等到一个请求成功之后呢 再去请求下一个 而是会同时去发动很多个请求 那么同时最大并多个请求在被发送呢 我们这里可以测试一下这个数量 比如说默认的时候呢 它是16个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32个 那毫无疑问肯定是越大越快乐 对不对 但是越大了 也有更大的可能性呢 会不会对方使得会爬虫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让它更大一些 当我们对方呢 不会把我们识别要爬虫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做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就这样 不用管它 也是可以的 那后面还有什么呢 download delay 对吧 download delay是什么呢 下载延迟 对不对 下载延迟是什么意思呀 每次请求之前 不是它睡三秒 等三秒钟 明白吧 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整个爬虫速度比较更慢一些呀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呢 download delay star always owner only one of 就是我们download delay呢 可以配合下面的两个参数来使用 比如说第一个参数 concurrent request的peer domain 每个域名的最大并发数 最大并发请求数 每一个IP的最大并发请求数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配合download delay 和大家一起使用 这个地方呢 每个域名 比如我们要爬到网站有很多个 对不对 那每个域名呢 下面我们要请求它的时候呢 最大并发多少个可以自己设置的 那每个IP地址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也是一样有并发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我们用了单链IP 那么这个IP地址 我们在请求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配置的 或者说就算我们没有使用单链IP 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IP 那么就一个IP了 对不对 我这个IP 最大并发请求的时候呢 是16个 我们也是可以来做这样一个配置的 它往往呢 和这样一个档目体内在一起使用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单独的去使用档目体内 都是可以的 当我们觉得这个请求速度太快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在使用request的模块 在使用request之前呢 我们可以让它time秒sleep一下 就睡几秒钟再请求 这样呢 能够让我们的请求速度 都变得更慢一些 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呢 这下面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几乎不会用到它 所以就不用管它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呢 cookieenabled cookie是否开启 moral情况下呢 是enabled by default 可以的吗 moral情况下 cookie是开启起来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请求完以evoler记者之后 在请求下一个evoler记者之后呢 scrappy它会默认地带上 之前前置请求对方服务器 吃了咱们本地的cookie 就和我们session效果一样 意思就是 默认情况下呢 它的效果和我们session效果一样 明白吗 如果我们不想启用这个cookie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它就不启用了 就像是cookieenabled 被关闭了 对不对 因为它默认情况下是开启起来了 明白吗 这个地方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哈 cookie在moral的情况下 是被开启起来的 这个地方明白吗 然后呢 tion的console 这个是非常熟悉 对不对 前面刚才给大家讲过 这是我们的一个插件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配置 配置什么呢 我们不想用它的时候呢 把它打开 tion的consoleinvable等于force 是不是就关闭它了呀 moral情况下 它是开启起来了 对不对 当然也不用管它哈 后面这是什么呢 defaultrequest header 默认起牛头 对不对 默认起牛头 毫无疑问 大家分散催促这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把它开启起来 到处呢 我们scraping呢 就会用这样一个行销头 放入行销头 对不对 那前面呢 我们这里有个user edit 对吧 那这里呢 有个defaultrequest header 那我们把user edit 放到这里面来 有效果吗 是没有效果的哈 就跟之前给大家讲 cookies也是一样的 我们专门有个地方 放cookies 所以我们cookies就会 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专门有个参数呢 接受user edit 对应的值 所以我们应该把user edit 放到这里 对呢 我们scraping呢 会从这个user agent的这个资料呢 去找我们user agent对应的值 如果我们放到这里面来的话呢 它是找不到这个值的 明白吗 这是我们默认情绪头 稍微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么之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爬通中间键 下载中间键 插件 我们前面是不是见过呀 它的使用呢 其实和pipeline使用一样 比如我们自己在这定义pipeline 指定它的位置 指定个权重 然后可以把它开启起来 如果有一天 我们自己进那个中间键 我们也是一样的 指定位置 指定权重 开启起来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中间键才能用 否则的话呢 是不能用的 明白吗 像刚刚这种 会注射起来的话 它是不能用的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能让我们看见 Busco中间键呢 这是我们scraping 不让开启的 对不对 scraping不让开启的 它是有些特殊功能的 所以scraping把它开启起来了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吗 这个地方 能理解 对不对 那么接着我们看 这个地方呢 关于中间键呢 我们后面 下几课的时候呢 以后去讲它 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 Pime 9 有什么好处的 位置 全重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这是什么呢 这是Auto Throttle Auto Throttle是什么意思呢 自动限速 对不对 如果不清楚 这个单词的意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查一下 这个单词 对不对 来看一下 还在这个地方 发一下音 发不了音 带着耳机 对不对 这就是自动签速的意思 自动签速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通过 Straping抓对方的网站 会有可能就是什么呢 你抓得太快了 对吧 对方网站给抓崩了 对不对 抓崩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 抓崩了之后 我们抓不到处处来 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的 根据对方网站的情况呢 让我们的判断速度呢 比较更慢一些 然后通过调节下面的参数呢 我们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自动签速的目理 但是往往我们是不需要做这个操作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对应的文档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们每一块的配置呢 都是有指令文档在哪个位置的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对应的位置的文档呢 它会有讲我们对应如何去配置 对不对 这是关于自动签速这一块内容 我们往往是不用管 那下面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http-catching 这什么意思啊 缓存对不对 关于http缓存呢 也是有的 和这里一样 disabled by default disabled by default 默论情况下呢 是关闭的对不对 就是我们http缓存的默论情况下 是没有开启的 也是一样的 它这里有介绍 我们如果要开启http的缓存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对应的 它会把我们http的缓存呢 缓存到对应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呢 实现对应的功能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写拔络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出于这块内容的 所以我们也是不用管 这块内容哈 那刚刚我们说 每一块内容 都是有对应的什么样 对应的官方文档的 所以在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打个官方文档 去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粘贴进去 后续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模块的 很多文档 很多什么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比如这个scruby 最新的这个文档 它是英文版的 英文版的一样呢 我们可以在这右键翻成中文 对不对 只不过呢 它翻译的可能非常的难 对不对 比如说它是把这个地方的参数给我翻译的 对不对 这是不是很凑蛋呀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还是直接看英文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见 对不对 在这个itempip9里面呢 是有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定义的 我们之前一直讲的 一个process item这个方法 它来干什么呢 它来接收我们 从爬虫里面返回来的数据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进行数据的处理 和数据的保存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在pip9里面呢 还有这样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openSpider 一个叫做closeSpider 这两个方法比较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法干什么的 this method is called when the spider is opened 当爬虫开始的时候 会执行这个函数 this method is called when the spider is closed 当爬虫关闭的时候呢 会执行这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等一下我们马上就会讲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两个函数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呀 得跟大家没有想到 对不对 它是在pip9里面的 发现了吗 pip9开什么呢 进行数据的保存 所以怎么保存呢 我们是不是要保存到数据空里面去啊 比如保存Myshover吧 那Myshover我们就需要键定连接和断连接 对不对 键定连接的过程写到哪 写到processItem里面去吗 键定连接这个过程 是不是不应该写到processItem里面去啊 不然会怎么样呢 每一次一个Item过来 它都会键定性连接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不是我们想用的呀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键定性连接 键定性连接 键定性连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键定连接的过程呢 放在我们的openSpider里面去啊 放到我们的openSpider里面去之后呢 因为它只会在盘中开启的时候呢 执行对吧 而且呢它会怎么样呢 只会执行一次 这点也很重要 它只会执行一次 所以这个效果就是 我们可以在openSpider里面呢 键定连接 然后呢 在clusSpider里面呢 关闭连接就可以了 我们的myshover是不是要键定连接 要键定连接啊 对那键定连接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在openSpider里面操作 那么 关闭连接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在clusSpider里面操作 就是 先了解一下 等一下马上给我来讲啊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 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教程 安装怎么安装 对吧 大家可能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同学这个scribe都没装上去 对不对 你报了一些错误 对的话呢 这里也是有讲 你可以怎么去装的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pip in store 对吧 那么在它0年24版本的时候呢 0年24这个版本呢 是有中文文档的 当然最新的文档呢 是1.5的 对不对 当然大家如果想看中文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0年24的对吧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这个 这个可能有些内容已经变了 变得非常新了 对不对 哎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有中文的吗 中文跑哪去了呢 我在之前这里有个选项 可以让我们选中文对吧 可能我们在百度里面搜 scrappy文档的话呢 可以搜到啊 这个地方它没有显示中文这个按钮 但是0.24的版本确实是有中文的这样的文档呢 但是也是不全 里面好多东西呢 都是没有的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去看一下英文文档外面看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当书一样来看 从前往后看 遇到对应的问题 我们来查一下 比如在这搜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对Midware比较感兴趣 那么搜一下Midware就好了 Midware就好了 Midware 搜一下对应的就会有结果 那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 然后对应的我们去找一下 Midware该怎么用 比如说SpiderMidware DMidware 都是可以在里面看的 对吧 刚刚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是关于我们的这样一个setting里面的一些配置 对不对 那么讲了这个setting配置之后呢 我们还得讲下一个话题 如果说我们setting里面做了一些配置 我们希望拿到这个配置在 那么里面去用 该怎么用呢 那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写了一个 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客地址 对吧 那比如我们叫mongo host 对吧 我们写了这样一个地址 就是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speller里面是用 该怎么用呢 该怎么用呀 该怎么用呀 setting里面有一个mongo host 我们要用该怎么用呀 导入就完事了嘛 这么简单对不对 from 阳光 对吧 setting是不是 是不是setting import什么呀 mongo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这样mongo host之前没写错吧 没写错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打过来用了呀 我们在pipeline里面用 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导入呀 然后from 这个什么呢 这个阳光对不对 点setting 然后import 这个mongo host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当然从这种方式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其实我们spader本身呢 它就有一个属性 叫做sett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self.setting 我们可以直接取setting 那比如说 从funkport 它以为它是个字典 我们可以直接取mongo host了 明白吗 除了这种方式呢 当然 由于它这个字典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呀 是不是还可以get呀 get的时候呢 由于它不存在 是不是反过就是lunch啊 或者反过get后面 给它传的指 手动的指定的指 对不对 空字路上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self.setting 这个self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spader呀 当前这个爬成的实力 对不对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如果说我们要在pipeline里面 去使用这样的setting 可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spader的setting 就好了呀 因为spader就是刚刚我们 所说的那个self 对不对 明白吗 我们叫get mongo host的渠道 可以拿来用啊 非常简单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应该就不用导入了 对不对 这是关于如何在我们的 程序里面去使用 我们的setting里面的配置内容 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导入 或者说呢 使用spader的setting 或者下个setting 都可以用了 对吧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这样的内容 关于pipeline呢 那么关于pipeline内容呢 我们可以先 直接开始讲吧 因为大家六点钟下课 对吧 关于pipeline的内容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刚刚在看到pipeline这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openspader 和closespader啊 那openspader是干什么的 closespader是干什么的啊 我们刚刚也说过 对不对 openspader在pipeline开启的时候 执行一次 那么closespader呢 在pipeline关闭的时候 执行一次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那在pipeline开启的时候 执行一次的好处 就是说像数据库这种 我们这个连接的过程呢 是不是可以放到 openspader里面去啊 那断开连接的过程 是不是放到closespader里面去 就可以了啊 这个地方大家能够明白吗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在pipeline这里 我们可以定一个openspader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执行spader进去 它只会在我们pipeline开启的时候 执行一次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spader 添加一个属性 比如说叫hello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word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在当天的pipeline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取那个hello了 那比如我们print一下 self.hello 大家明白这是干什么吗 明白吗 刚刚我们在pipeline这个地方 openspader 行中开启的时候 是不是会直行它呀 直行它我们往spader 它中间呢 添加一个属性 叫做hello 对那只能是word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那执行完它之后呢 在它执行pass的时候 这个self 是不是就有了hello 这个属性呢呀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添加一个这样的属性 然后呢 能够在这取到这个值 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们在打算新花 我们看新花出来没有 如果出来之后呢 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是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加个1 那后面成型它就不会跑了 我们就专门去看新花 对吧 先退出一下哈 那cd到阳光对吧 那么scrap it 酷 阳光 好 松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我们就改个介绍吧 改个百度吧 之后来看一下效果对吧 而且tcp三档根点百度.com 大家看一下百度是不是形成成功了呀 为什么百度能形成成功 首先注意到一点 这地方虽然说老豆妹也是它 但我们斯大优雅这种我们刚刚讲了 它是不会经过老豆妹来过滤的 对不对 所以不用考虑它们中间是不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地方 新花是不是和word也出来了呀 说明什么呀 说明前面我们在爬中行动的时候呢 确实执行的这一行 对不对 执行的这个代码 否则它是不会有 哈喽这样一个属性的 对不对 因为哈喽这个属性呢 是我们在这里定义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假设我们希望在爬中开始的时候呢 给它添加一些属性 添加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里 来这样做这个事情 那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frommongo frompuremongo 那么import呢 mongoclient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实力化一下 我们的client client等于什么呢 等于mongoclient 对吧 mongo 实际上可能本地的话就不用写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一个 serve.client 等于什么呢 client 然后比如说取test 然后再取test 数据固定 那取了之后呢 在processitom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 这样用self的client 是什么呀 直接insert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self client insert 是不是就好了呀 insert是什么呀 dict 是不是在做强烈性转换呀 然后记点之后呢 再把写进去 是不是就好了呀 这个地方呢 是这样的样子哈 那当然呢 我们之前是怎么用的呀 我们是不是把这一行 放到外面出来呀 放到外面 是不是也是一样 它只会执行一次呀 放到外面 放到里面 其实是一样的 效果差不多 那只不过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open spider里面 这样写的时候呢 我们就方便一些 直接self点什么 就可以用了 对吧 看起来也更美观点 就是关于这个地方内容 关于open spider 和close spider 它是会在爬中开始 和爬中结束的时候呢 执行一次 而且只会执行一次 那么pipeline 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就是这一点 大家需要额外注意的 那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当我们需要把文件写到本地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朋友想要尝试 在open spider里面打开一次 在close spider里面关闭一次 中间的不停的 往这个文件里面去写 这种方式呢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假设中间 爬到两页之后呢 程序报错了 这个时候程序结束了 那么数据 能够把前两页的保存进去吗 数据爬中 爬到第三页的时候 报错了 那么前两页的内容 会写到这个本地文件里面去吗 会还是不会啊 会不会啊 大家没有做这个尝试吗 我们使用达表这种方式 进行保存的时候 或者使用A这种方式 进行保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 close之后 数据才会写进去啊 如果我们不close 数据是不会写进去的 对不对 大家自己可以下来做一个尝试 对吧 所以说我们使用文件 这种操作的时候呢 在这样子 这样来进行 在open spider里面 开启一次文件 可能使用文件 可能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特别是成为报错的情况下 那当然呢 在我们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呢 却不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mangodb里面 我们直接 insert就直接插入了 对吧 那么mangodb里面 我们会有commit的操作 那commit之后呢 数据也是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不再 不会存在这种 中间报错的数据就存不了 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对不对 只是偶尔 我们要写入本地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 那么关于mangodb这一块呢 应该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前一战 昨天的时候呢 才刚学完 对不对 所以这块我们就不带大家一起回顾了 那么 刚刚我们所讲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相对认识了一下 这个debug信息 scrope shell 以及setting里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 在pip9这个地方 我们也学习了 有一个open spider 叫做和close spider 这两个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 对于解决一些问题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就有这样的练习 这个练习呢 也就是大家 另外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是做什么呢 是要爬取作业依革下面 所有的图书 和图了分类信息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页面 首先呢 这个 这个爬虫呢 是当前这一阶段 我们遇到的最难的一个爬虫 所以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爬虫给写出来 那么其他的 任何的爬虫呢 都是渣渣了 对吧 那么看一下 我们要写这个爬虫 首先也是一样 创建项目 创建爬虫 对不对 创建爬虫之后呢 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设置一个 style urt纸呀 就我们成的入口 对不对 那入口 我们能够直接设置它吗 入口能够直接设置它吗 是不是还不能确定呀 我们得判断 数据在这个urt里面 里面 才能把它作为style urt纸 对不对 那假设 我们这个所有的数据呢 都是在这个urt里面 这些小里面的 对吧 那至于在不在呢 大家自己先来看 假设都是在的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作为style urt之后呢 我们 它对的响应 是不是会交给parse函数处理啊 那么parse函数 对它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做呢 要爬去上面的内容 要爬什么呢 我们最终要爬的是一本书的信息 我们最终要爬的是一本书的信息 一本书的哪些信息呢 一本书所处理的大分类 这是不是大分类呀 以及这本书的小分类的信息 这个小分类包括小分类的urt里 小分类的标题 小分类的名字 那比如说 我们要爬这个mulantin这本书 要爬这本书 这本书呢 我们要爬什么呢 爬大分类的信息 小分类的信息 名字图片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还有这个价格 我们要爬这几本 我们要爬这些信息 这是一本书的信息 那么要爬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首先是不是要分组呀 那根据什么进行分组呢 是不是可以根据大分类进行分组呀 每个大分类下面的 每个小分类 每个小分类下面的 每个列表页 每个列表页下面的 每个本书 是不是要这样的分组呀 所以说最开始的分组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按照 大分类进行分组 那大分类进行分组之后呢 再去获取 每个大分类下面的 每个小分类的内容 那每个小分类这个地方 遇到是不是又在分组呀 因为一个大分类 对应多个小分类 对不对 那每个小分类的URG 拿到之后呢 去请求它 请求它是不是得到 这样一个响应的 这样一个URG纸呀 或者响应的 这样一个列表页的数据呀 列表数据 我们是不是应该 也按照每本书 进行分组呀 那分完组之后 这本书的数据 是不是还没有拿完呀 是不是还有价格 在这个地方呀 是不是还需要去请求 它的URG纸 拿到这个价格呀 拿这个价格之后 我们当前这个 一本书的信息 才不是是不是拿完了呀 那完之后 这只是当前 这一个列表的 对不对 这个列表 这个地方呢 还得翻页 对不对 那翻页之后呢 去下一页 再去获取数据 对吧 那当然这个地方 大家得判断 到底有没有下一页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 把这个 把这个小分类 写完之后呢 我们应该接着 获取下个小分类 对不对 下个小分类 写完之后呢 接着获取下个小分类 三个小分类写完之后呢 相当于这个大分类写完了 对不对 这个大分类写完之后呢 再去写下个大分类 对不对 当然这个地方 只是一个便利过程 对吧 没有必要 真的去手中一个一个的写 是个便利 对吧 小分类这个地方也是便利 列表这个地方呢 也是便利 这个思路大家清楚吗 可以好好写下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是要 在当前这个阶段 是比较难的 对不对 可能有的同学呢 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人想 哎呀这么难 那就不写了 等到时候讲了 算了 对不对 当然有的同学 可能觉得 既然这么难 那我就把它写回来 写回来之后呢 其他程序呢 肯定都非常好写了 对吧 所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 对不对